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百零八集 身穿如山之人 说完这句话 从袖子里边取出一张纸 在空中摇了摇 嬉皮笑脸说道 晚上比这位陈伯长先生一般 也是诵诗 只不过乃是夏其妃先生所请的诵诗 先前来得晚了 还请大人告扰此罪呀 让我以完好之身 站于堂上 与明家说道说道 这案子还没有审 大人就将一方的诵诗给打昏过去 这事传出去只怕有爱大人清明啊 众人一愣 这才知道原来来者竟是夏其妃的诵诗 夏其妃苦笑着 心想 钦差大人怎么给自己派来这么一位胡闹气味太重的诵诗呢 苏州之州背着诵诗的话憋住了 气得不行 却又不敢真的去打 不然在钦差大人那边不好交代 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 他说不出话 那位陈伯长却是双眼一亮 盯着背插金扇的诵诗 魂觉得终于是碰见了一个压尖嘴吏的对手 略感兴奋 也是将扇子往身后一插 开口说道 阁下 先前所举两立 那也是特立 尤其是刑部春当住 只为京中大理寺刑部参考 却向来不是地方神案之叛呀 那人摇头说道 不然 大兴四年 时任苏州平市的前老相爷林若福 便曾依此春当住判一家产案 呃 何来不舍之说呀 陈伯长心头一紧 对方所说的这个案例 自己确实没有任何印象 要不然是对方胡说 要不然就是对方对于庆率 以及判例的熟悉程度 还远在自己之上 只听那人继续微笑说道 何长兄 也不要说什么 也不要说什么 庆率不依判例的话 判例 呃 用是不用 不在庆率明文所限 全在主观一念之间 他举手向苏州之州大人讨好一礼 苏州之州却是在心里骂娘 知道一念之间这四个字 就把自己逼上了东山 这家产案子不利也不成 这个宋师究竟是谁呀 陈伯长与明兰石对视一眼 都感到有些奇怪 江南哪里来了这么一位 无耻的宋棍呢 苏州之州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 敢请教 这位先生究竟姓慎名谁呀 夏其妃也看着自己的宋师 只见这位宋师一拱双手 笑道 学生宋师人 天为京都宋师行会礼事 行不特许吊当 今日特意前来江南 为的便是有着荣幸 参与史上最大的家产之案 宋师人 苏州之州马上有想逃跑的念头 明兰石也感觉到嘴巴发干 而那位陈伯长更是眼睛都直了 宋师人是何许人呢 京都最出名的大壮 或者说是整个庆国最出名的大壮 陈伯长的名声只是行于江南 这位宋师人 却是全天下出了名的聪明雕华难惹 自出道开始 仗着自幼言习情侣 不知道让多少官员颜免无存 多少苦主 凄苦流泪 宋师人的大名 恶名 就连苏州城的百姓都听说过 此时听见他自曝 名号 府衙外就像开锅一般闹腾了起来 都知道今天这戏啊 更好看了 明兰石担忧地望了陈伯长一眼 陈伯长在稍许慌乱之后 就恢复了平静 双眼微眯 体内骤然爆发了强大的战役 冷笑说道 少爷放心 本人打官司还从来没有输过 但他宋师人 却是输过的 只是这位陈伯长 似乎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 宋师人这一辈子 唯一输过的官司 就是上次京都府 沈思南伯爵私生子 黑拳打郭宝坤一案 宋师人只输给过范贤一次 既然是要来打家产官司 当然首先要确认的 就是夏其妃的真实绅士 他究竟是不是明了 太爷生的那个第七子 对于这一点 陈伯长的立场站得极稳 对方如果不能证明此事 其余的事情根本不屑去辩 如此才能不给恶民在外 宋师人抓住几方漏洞的机会 苏州之州也皱眉 要求夏其妃一方提供切实的证据 以证他的身份 宋师人此时不如先前那般轻松了 对着夏其妃摇了摇头 便请出了几方的第一个证人 这个证人是一个稳婆 年纪已经很老了 走路有些颤颤巍巍 走到堂上气喘吁吁的证实 当年就是自己替明老太爷那方小妾接的生 而那名新生的婴儿 后腰处有一块青涩的胎记 夏其妃当庭解衣 腰后果然有一块青涩 陈伯长皱着眉头 咬牙低声对明兰石说道 为什么昨天没有说这件事情啊 明兰石的牙齿咬得脆脆的响 无比愤怒 低声说道 这个稳婆是假的 当年的那个前两年就病死了 陈伯长哀叹一声 就算知道稳婆是假的 己方怎么证明呢 那个稳婆看着糊涂 却在先前的问答之中 将当年明媛的位置记得清清楚楚 明老太爷的容貌 小妾的穿着 房屋都没有记错 在旁观者看来 这个稳婆真是真的 不能再真了 他妈的 监察院造假果然厉害呀 明家自然不会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稳婆就给弄乱了阵脚 陈伯长呢 也是善辩之人 就这台积年日已久 稳婆年迈 所证不可尽信这几条猛烈的攻击 反正不可能就这么认了账 下其飞的身世 只有这些虚政总是不成 更何况苏州府的之州大人 以及江南路的官员们 本身就是朝向明家一方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颜道之为您博奖的长篇穿越小说《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宋世人勃然大怒 心想这江南的人果然都是些刁民 自己辛苦万分才设计了这么个稳婆 对方居然使赖不认账 只是看堂上那位苏州之州的神情语说话 宋世人也清楚 试试明家家产一事 己方的证据确实是偏弱了些 说服力大为不足 不过宋世人的底气十足啊 发现苏州府暗中的偏向 而且不怎么肯踩信自己的辩词 不免用起了自家那张令人生厌的利嘴 对着明家大肆贬低 暗中也刺了苏州府两句 话中不尽揶语讽刺之词 反正他是京都名人 也不在乎江南望族的手段 长着由小范大人撑腰 自然胆子大得很 明兰时陈伯长 并堂上的苏州之州 也并不着急 笑眯眯的看着这位 天下出名的宋棍表演 听着那些口水在堂上飞着 虽然心里恨死了这丝 却硬生生的憋着 这位宋先生 要证明下妻妃乃是明老太爷当年妻子 你可有其他证据啊 苏州之州的袖中握了握拳头 皱着眉头说道 大人 见钱的吻婆明明记得清楚 为何不能当证据啊 宋世人双脚不钉不扒 高手一般的站在堂上 哎 宋兄这话 说得不妥了 陈伯长在旁边一依理道 那老玉行动都已不变 双脚无力 已是将死之人 这老都老糊涂了的人 说的话如何做得准呢 更何况 当当年明家摆设 他确实记得清楚 可是谁知道 是不是有心人 将当年的事情说与他听啊 再让他记住 钱来购陷呢 宋世人双眼微眯 说道 好一个无耻的购陷啊 陈伯长微怒 心道 你们连这般无耻的事都能做 难道本人连说都不能说吗 宋世人也懒得再理他 直接对堂上问道 大人 难道 您也是这般说法 堂外的百姓们 已经大约性了下其非的身世 毕竟那位稳婆的表演功力 实在是精湛 此时围观群众们 瞧出苏州之州老爷和明家 大约是要敌死不认 有些好热闹的便起着哄 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沉默着 毕竟在他们的心里边 还是偏向着明家 尤其下其非的身后 似乎是来自京都的势力 江南百姓们很忌讳反感这种状况 苏州之州老脸微红 知道这敌死不承认 稳婆共词的这一说呢 确实不妥 但看着明蓝石的眼神 知道也只有这样硬撑下去 清了清嗓子说道 那名稳婆 确实年老糊涂 这彩信之权 总在本官手中 若是一般民案 便如宋先生所论 也无不当 只是先生先前也提到 刑不归三等 这明家家产之事 毫无疑问乃一等之力 若无更详实可靠的证据 本官为时不能断案 宋世仁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眉头微皱 撞成失望的模样 监生说道 大人 这可不成 事已久远 又到哪里去找旁的证据呀 我已找来人证 大人说不行 那要何等样的证据呀 苏州之州心头微乐 心想 你这个宋世仁 再如何嚣张出名 但在公堂之上 还不是被咱们这些 官老爷 揉捏的面团吗 不管你再提出何等人证 我总能找着法子不加彩信 此时听着宋世仁 恍然问道 下意识地说道 人证物证据在 方可断案 宋世仁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双唇一张 连珠抛式的话语就喷了出去 大人 何人判案 自然是本官 既然是大人判案 敢问 何为证物 宋世仁多咄逼人 不给苏州之州 更多的反应时间 苏州之州 微愣 欲言又止 宋世仁 双手一依 双眼直视 对方的眼睛 逼问道 究竟何为证物 苏州之州 被他的气势 唬了一跳 仿佛回到了许多年前 自己在考虑科的时候 那种场景 下意识地应道 痕迹 凶器 书正 书正 好 宋世仁双眼 咪的弯了起来 大赞一声 说道 大人英明 苏州之州再愣 浑然不知 自己英明在何处 迟一开口道 宋先生 宋世仁依然不给他将一句话完整说完的机会 极为急促地问道 大人 若有书正 可做凭证啊 自然可 宋世仁再次截断 再有书正 大人 断不能不认了 苏州之州大怒 点头说道 这是哪里话 本官也是熟知庆律之人 岂有不知书正之理的道理啊 你这宋世 说话太过无理 若你拿得出书正 自然要比先前那个稳婆可信 这话一出 苏州之州忽然觉得自己似乎说错了什么 为什么自己忽然间变得这么多话呢 他下意识往堂下望去 只见明兰石与陈伯长惊恶之中带着一丝失望 而那个叫做宋世仁的宋师 则满脸得意的坏笑着 宋世仁连番截断苏州之州的话 将他私存好的应对完全堵住 然后最后突然放了一个口子 几番挑拨 让这名之州大人顺着他的意思 在举证之前 便抢先在众人面前 确认了书正的重要性 免得待会儿再次出现不认账的无耻场景 这其实只是辩论上面很浅显的心理手段和语言功夫 就像用一根香肠在狗的面前不停晃 却始终不肯让他快意地咬上一口 等到最后 你塞一根香蕉过去 那狗也会大喜全部吃光 而忘了自己本来是想吃香肠 而不是香蕉 陈伯长发现 芝州老爷上了宋世仁的当 心里暗自叹息 他先前没机会插话打断 因为宋世仁这一丝说话着实太快 而且那股嚣张备赖的口吻 确实极易让人动怒 他与明蓝石护士一眼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里感到一丝疑惑 对方究竟这手中拿着是什么书证呢 居然可以证明下其非的身世 苏州知州知道自己被宋世仁玩了一趟 看着那人可恶的笑脸 恨不得命人将他拉出去打上一顿 陈生此时又不能打 只得陈生问道 既有书证 为何先前不呈上来 宋世仁恭敬一礼 说道 这便呈上来 苏州大人冷笑道 若你那书证并无效力 莫怪本官就此结案 宋世仁音笑道 大人放心 这书证虽老 但他乃是个死物 不会老糊涂 大人就放心吧 苏州之州被掖得不善 宋世仁凑到下其非的耳边 说了几句什么 下其非微微皱眉 似乎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要拿出那东西 看来要证明自己的身世 确实是件极难的事情 他从怀中取出那个小盒子 小心翼翼地交给了师爷 双眼一直盯着师爷 捧着盒子的手 似乎生怕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有谁将这个盒子抢走了 看着下其非的慎重的神色 陈波长的眉头皱了起来 凑到明兰师耳边问道 少爷 能不能猜到是什么东西 明兰师面色有些疑惑 今想苏州不比京都 并没有出声指这个说法 那个书正究竟是什么东西 此时堂上的苏州之州 已经打开盒子 他和师爷一道略略一扫 脸色便立刻变了 明兰师与陈波长一惊 苏州之州 用有些复杂的眼神 扫了明兰师一眼 纵使人满脸微笑 平静无比 却又将声音提高了八度 朗声说道 这份书正呢 便是当年明老太爷 亲手写下的遗书 遗书中 严明将明家家产 全数留于第七子明清城 这份遗书一直保存在夏先生的手中 这足以证明夏先生便是明家第七子 不等众人从震惊中醒过来 宋世人画风一转 抢先打了个补丁 望着苏州之州冷笑道 当然 有些鱼丸强项之辈呢 还可以说是夏先生偶然捡到了这份遗书 所以前来冒充明家后人 只是前有吻婆 后有书正 若还有人敢这般赤裸裸的构陷 这天下人的眼睛不是瞎的 又不是没有长脑子 我大清朝上上下下的官员 江南的百姓们 有谁会相信啊 明老太爷的遗书啊 公堂之上风势骤变 崖外围观的百姓一阵宣造 而堂上的明蓝石与陈伯长如遭雷击 傻乎乎地呆站着 明蓝石满脸震惊 喃喃自语 不可能 爷爷什么时候写过遗书啊 这一定是假的 宋世仁在一旁看着明家少爷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果不其然 有人连看都没看 就开始说是假的了 难不成明少爷是神仙呢 明蓝石依然陷入震惊之中 听着宋世仁的话 大怒腐朽道 这份遗书定然是假的 宋世仁听他如此说话 心头略有得意 知道自己最担心的局面没有发生 自己的补丁打得及时 如果对方不纠结于遗书的真假 而是如自己先前所言 就是咬定下七妃捡到了这份遗书 如今是来冒充早死的明家七公子来夺家产 这才最难应对 对方如果将无耻进行到底 自己还真没有什么办法 而如今 明家少爷大惊之余 只顾着去说遗书真假 而没有指摘下七妃 十遗书冒充 如此一来 只要自己能证明遗书是真的 那么下七妃是明家七公子的事实 就可以得到确认了 宋世仁轻轻嘘了一口气 今日堂上看似胡闹 其实他说的每一句话 所计划的顺序都大有讲究 只有这样 才能将这个困难的局面 引向自己希望的方向 庆国第一宋诗啊 果然 名不虚传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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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